感谢你们的支持 妈爹讲故事满三周年了 那么华宝要特别跟你分享 妈爹讲故事2.0官方版的APP 已经隆重上线 邀请大家可以马上下载体验 新的APP呢 有更完整的故事分类 更贴心的播放功能 还有限时免费三个月的 妈爹小知识 每天都有新内容可以听 当然了 也有最新上线的恐龙小学 原创广播剧 快下载妈爹讲故事2.0官方版APP 让华宝给你最好听的故事 我不知道我是谁 作者是英国的强布雷克 翻译郭恩惠 这本书是由格林文化出品 我不知道我是谁 达利逼是一只兔子 可是达利逼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动物 他说 我是一只猴子吗 我是一只五尾熊吗 我是一只豪猪吗 达利逼不知道自己要住在什么地方 我应该住在山洞里吗 我应该住在鸟巢里吗 我应该住在蜘蛛网上吗 达利逼不知道自己应该吃些什么 我应该吃鱼吗 我应该吃马铃薯吗 我应该吃蚯蚓吗 达利逼不知道自己的脚为什么那么大 嗯 是用来划水的吗 是用来让老鼠们做的吗 是用来挡雨的吗 达利逼看到鸟儿们都住在树上 就决定了自己也要住在树上 达利逼看到小松鼠在吃橡树果时 就决定自己也要吃橡树果时 但是他还是不知道 自己的脚为什么那么大 有一天 森林里突然闹哄哄的 所有的兔子都慌慌张张地跑到达利逼住的树下 哎哎哎哎 你快下来啊 达利逼 杰西滴来了 谁是杰西滴啊 兔子们只顾着紧张 谁也没回答他的问题 他们慌慌张张地跑来跑去 一个个跳进自己的地洞里 全都不见了踪影 达利逼还是待在树上 瞪着自己的大脚 还咔吱咔吱地啃着橡树果时 杰西滴从树丛里慢慢走了出来 他的牙齿 像碎玻璃一样锋利 他的眼睛像跳蚤一样敏捷 杰西滴在兔子洞的四周走来走去 但是看不到任何一只兔子 杰西滴往上一看 达利逼正在和他招手 杰西滴开始爬上树 其他的兔子都探出头偷看 吓得是浑身发抖 达利逼向杰西滴打招呼 哈喽 你是一只欢吗 你是一只大象吗 你是一只鸭嘴兽吗 杰西滴离得越来越近了 他小声地说 不 我是一只黄鼠狼 那 你住在湖里吗 你住在水坝上吗 你住在狗窝里吗 杰西滴爬得更近了 他咬着牙齿发出了嘶嘶的声音 不 我住在森林里 最阴暗的角落 那 你吃包心菜吗 你吃小虫子吗 你吃水果吗 杰西滴爬到了达利逼的正前方 不 都不是 我吃兔子 就是你 兔子 达利逼听了脸都垮了 他非常吃惊 我 我 我是兔子 杰西滴点点头 舔了舔嘴巴 就朝着达利逼一跳 扑过去了 达利逼想都没想 转过身 用他的大脚一踢 像闪电一样跳开了 碰 苏 杰西滴扑了个空 咚的一声 摔到了树下 就逃走了 哇 其他的兔子 通通跑了出来 又叫又跳的 还兴奋地抱在一起 大家说 耶 达利逼 你是个英雄 对 你是英雄 你是个英雄 达利逼 真好笑 我还以为 我是一只兔子呢 好了 小耳朵 今天的故事啊 华爸给你讲完了 达利逼 到底知不知道 自己是谁了呀 嘿嘿 那么 你要不要跟华爸 介绍一下你是谁呀 在留言区 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让华爸更认识你 好吗 我们留言里见 晚安